金光闪闪的芒果是夏天的消暑盛品 而谷坑乡内就有一位农民徐志松 因为他的太太很爱吃芒果 退休之后他就决定回乡种芒果 偏偏品种又是不好种的西施芒果 所以他都会笑说 他自己的芒果其实是爱妻芒果 爸爸有留地给我们 你可以回去种芒果 所以我就 我的恋头也是讲话 已经退休了就回乡下 所以我们就回来种芒果 觉得好吃就叫我老公回来 自己种种一点 自己吃这样子 所以你们也说这个是 老公说这个是 他自己拍对了 虽然说是退休回乡务农 不过徐志松在技术层面 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他的果园坚持不用除草剂 肥料也采用有机肥 农药也减量 这么做虽然种出来 外表不好看 不过不管是在风味还是口感 其实都不输一般市面上的芒果 要为了让自己吃的安心 朋友 亲戚朋友 兄弟姐妹也要吃的安心 所以我每一年都有送检验 像如果你要上市场卖的话 你外皮一定要很漂亮 外皮要漂亮的话 你就是 要的用量 要用的够 我的芒果是 可能用不到人家的三分之一 因为农药减量的关系 徐志松的芒果外观樸实 他自己也笑说自己的芒果是丑西施 针对部分外观不加的芒果 他也会把它加工做成芒果干 不加其他的调味 将芒果的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我们的果干是纯天然 零添加的 不加任何的东西 而且是低温烘焙 要烤45个小时 低温烤起来的话 它的Q度香度的话 而且颜色会很漂亮 不能高温 高温的话烤起来会黑黑的不好看 现在徐志松的芒果和芒果干 已经是来到谷坑旅游的民众 最爱购买的产品 未来他们也会继续的种下去 向大家分享这份太太最爱的好滋味 记者曾庆华采访报道